這是2017年DSC Math Core Paper 1的第五題 第五題就是一題Inequalities的題目 我們先看A 我們先抄一條題目 我們先看左邊已經夠了 我們先把右邊這個11x加8除3 這個3乘到左邊 7乘3等於21 21乘x-2 爆發開去就會變成21x-42 右邊就是11x加8 所以就會變成21x-42 是小過等於11x加8 然後我們就把11x減到左邊 21x-11x就等於10x 而這個-42就要加到右邊 8加42等於50 所以就會計到10x小過等於50 最後我們就把10除去右邊 就會計到x小過等於5 然後我們就看右邊這塊 6-x小過5 我們先把6減到右邊 5-6就等於-1 所以我們就得出-x小過-1 下一步我們就要把-1除去右邊 那記得要注意的位置就是 因為我們是除一個負數 所以這個符號本身是小過的 就會變成大過 所以-x小過-1 就會變成x大過-1 然後最後呢 我們已經有了x小過等於5 and x大過-1 然後我們就寫句答句 就是這樣 好,然後我們就可以下去看b了 b就問你 how many integers satisfy both inequalities in a 那麼就這樣數一下 那麼 total呢 就有四個integers 那分別就是2 3 4 和5 那我們就做完了第五題啦